就是大家就开始问他说 那你什么时候要辞指挥官 辞部长 那陈忠说要满足三条件 第一就是把防疫工作 阶段性任务完成 那第二个就把部长职务交接妥当 才能够放心卸任 专心投入选战 第三个条件就是 辞责具体时间 要等向行政局长孙生昌报告之后 才能够进一步确定 只是我先请教凯翔 就是说陈忠忠现在还不辞 那他打的是什么样的算盘 他是不是要把指挥东 指挥中心当成个人的选举工具 个人舞台 因为大家都也担心 就是说民党自己内部也担心说是 秋冬疫情可能会再卷土重来再大爆发 那这是一个超级大变数 那会不会反正他到时候 如果没有迟的话 他可以来一个突然放大局说 我暂停竞选活动 我坐镇指挥中心 那个时候好感度 某种程度来讲 应该是会提高的吧 他就可以坐收防疫红利吧 会不会就是指挥中心 反而会成了陈时中的 竞选总部 绝不可能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呢 如果秋冬疫情在选举之前再爆发的话 陈时中就死定了 他可以直接宣布退选了好不好 必死无疑吗 怎么会变成什么 他可以再提升好感度 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不用去担心这件事情的发生 我觉得他要辞职这件事情 只是找碗的问题 我意思是说 基本上就是说防疫这件事情 他无法彻底切割和脱钩 他要不要干脆来一个什么借力实力 你说兼任防疫中心指挥官 然后选台北市长 不可能啦 他一定很快就会辞掉的啦 他不能让这件事情再去做下去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没有辞 就是没有立刻辞职的问题 也不是在于他表面上说的那些 他讲这些什么阶段性任务 然后呢 什么要部长职务交接 这些关你什么事啊 你长官叫你走你就滚蛋了 你前面自己不是讲了吗 我自由业啊 长官叫我滚蛋我就滚蛋了 所以他前后就矛盾嘛 基本上这件事情 也不是他能决定的 他现在一定是 也是被讲的说好你先等一下 我们铺排好之后 谁要来接微服部长 然后谁要来接防疫中心指挥官 内部的政治巧好之后 决定这个人选之后 就是他滚蛋的时候啊 他是一定会辞 他不可能兼任这个职务 去选台北市市长的啦 这这这这这不用担心 OK各位 各位真的是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 好像分两个层次讲 第一层次是 其实我并不太赞成像昨天 比如说像蒋旺安啊 或是像国民党开始 打他落跑这件事情 我并不赞成 我觉得他就是该辞啊 那请问一下他要辞 你应该巴不得他赶快辞 你为什么要说他落跑呢 那什么样才叫不落跑 要继续干吗 这逻辑有点矛盾吧 不过就两个月之前 当小吃店买到这么多快筛 黑心快筛横行的时候 看起来把关机制 还有这么多的弊端 可能都在我们眼前 这样子发生的时候 那时候国民党不是开计者会 要陈时中赶快滚蛋吗 要陈时中赶快下台吗 就他现在真的 因为要去选举他可能迟早要走了 结果你现在又跳出来说他落跑 那是要怎么样 让他继续做到年底吗 所以这个逻辑我有点听不太懂 就是就是好不好 就是让他走 OK他早就该走了 他早就已经没有心在做这个工作了 不管是你基于选举 你希望他赶快下来跟你选举 又或者是说 又或者是说你 你真的以畅生为念 觉得指挥中心需要有一个人 全心全力的去把这个工作做好 陈时中都该滚蛋 所以不用去批评他落跑 只要提醒他 请他赶快离开就好 这第一个 第二件事情是 我觉得陈时中在指挥中心记者会 指挥中心这个位置上面多干一天 其实都在修辱这个职务 因为昨天其实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昨天那时候其实我还在好奇 说他这个第一天 这个宣布参选是在上周末的事情 那周末结束之后呢 昨天是第一个上班日 那指挥中心记者会 他是去还是不去呢 他会不会因为宣布参选了之后 所有的疫情 因为疫情现在相对来说 并不是新闻的重点了 所以大家会不会都变成 这个医药线记者不去了 政治线记者蜂拥而至 然后开始问陈时中各种参选的问题 结果他老兄更干脆 直接请假 不去了 不好意思不去了 去哪里呢 去有什么令友要功吗 也没有 去参加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的 这个党部主委 还有一位中评委的交接典礼 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这才是真正应该要攻击的点吧 那陈时中你在干什么呢 如果指挥中心 指挥官这个位置 已经是可有口无了 你可以请假了 然后呢 如果你今天真的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 然后去请假 去离开卫福部长的职务 去离开指挥中心 指挥官的职务 那也就算了 结果是民进党台北市党部 主委交接这种不重要的事情 甚至是一个党层级的事情 都让你可以把指挥中心 跟卫福部的工作排开 那请问一下 你是不是在羞辱 所有在第一线防疫的人员 因为你们不是太重要嘛 防疫士同作战 然后这个作战 还比不上民进党市党部 主委交接 所以你是不是在羞辱 你过去所有对防疫的宣传 他马上辞掉是因为还没瞧好 谁来接是不是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现在这个状况是非常诡异的 而且其实这反而才是应该 好好讨论的点 就是呢 他现在不辞 绝对不是他个人的因素 而是整个铺排的局面 到底要怎么样 因为这件事情 除了卫福部长 谁来接比较适合 然后指挥中心指挥官 谁来接比较适合 更重要的事情是 防疫的形象 是牵动民进党整盘 整盘棋 整个今年年级选战的主轴 如果他看起来 把防疫这个精神 再更进一步的 或是他可以拿来 大内宣的资产 周玉扣爆料是薛瑞源 周玉扣还有什么意义 周玉扣每天都爆不一样的 然后他 他有时候会中 我就很讨厌你们 一定要讨论周玉扣 跟翁达瑞 这两个废物 有什么好讨论 他们喜欢讲什么 就知道他们讲 对不对 翁达瑞就只有四个字 你明明就要 为什么你要假装翁达瑞 你合不十分 制作人在里面哀嚎说 他们是我们的流量密码 你合不十分 你就十分啊 你就十分嘛 你装什么达瑞呢 就这样 我没有什么好 对翁达瑞有什么意见的 所以周玉扣好不好 周玉扣其实最近不是爆了很多吗 猜了很多 也错了很多嘛 他喜欢猜 他就喜欢猜 所以我觉得 好不好 国民党不要再骂道跑了 陈时中早就该走了 他就没有心在那边做了 你就算为了防疫这件事情 你也应该让他赶快走 那回来讲 我觉得陈时中你也不要再羞辱这个工作 你今天跑去这边假人假意的 说什么战役堡垒 第一线防疫人员多辛苦 请问一下 你昨天把防疫的工作丢着 去参加民进党市长部主委 你用身体力情去羞辱了防疫人员 你为什么还不走呢 让一个真的有心有力的人来做 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重要 要攻就攻这一点啊 说到羞辱防疫工作 我们来看到这个 就是台南市长黄伟哲呢 他在脸书上po出这一篇 当然是说 期待陈时中部长 以台北市长的身份 来到台南轻旅行 台北挺时中南北一起冲 那这个其实是在2020年5月底的时候 那当时呢 疫情已经趋缓了 那城中呢 穿了这一身的这个 花衬衫 然后轻松游台南 然后当时呢 就是他所到之处 人山人海了 感觉好像甚至要勾起 所谓的这个防疫5月天的回忆 那当然是营造这样子一个防疫有成的光环 这样一个好形象 但是我不知道 我身边有很多人看了说 看了更火大 说那你之后怎么把疫情搞到 竟然这个样子呢 我可以插一下主要讲这个 我觉得我最近对韦哲非常有感 他每天都在都都在刷 就是谢永介现在在打他弊案 然后韦哲现在每天在经营的 就是他的好感度 他就今天在刷说台南人吃不吃糖 然后前几天就在刷陈时中这个什么的 然后再跟之前是 然后他还自己穿这个假脚拖 天天在刷僵尸 跟台南的什么什么的 他就每天在讲这些 都讲这些风花雪月的 要扮出一个就是 可爱大叔的这样子的角色 那所以这是他的策略的一环 所以今天陈时中出现在他的照片上 跟陈时中没有关系 是黄伟哲的好感策略当中的一环 那为什么呢 因为陈时中的民调在台北很低啊 在中南部很高 特别是南部啊 陈时中要是现在去选台南市长 我觉得就 龙姐也就是好不好 买机票出国去玩好了 轻松一点 对 陈时中在南部支持率非常高啊 所以韦哲是在乘时中啊 他不是在帮陈时中怎么什么 他才没有这样子耶 他是他有一个营造好感度的需要 那陈时中刚好是在南部 现在南部相亲 还很买单的一个这样子的标的 所以他就把他们两个人加在一起 是这样的好不好 跟台北的选情是没有关系的 中天观众有好康 就是请你上快点购 买这个雾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举两得 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三种好康的组合 有效帮助你保护起来保护家人 那么防疫不能等 赶快上快点购来买 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就有折扣了